哇大人哥你预告的AI趋势啊 真的是持续吸引这个资金进驻 你看盘面上头包括了散热啦 记忆体啦或是伺服器啦 其实表现都很不错 最新一期的大人哥投资周报 就有三档个股涨停哦 另外呢我们看到加泽 突破了1500块 股价是在创新高 不过呢这个星期三要公布 美国三月份的CPI咯 而且这一阵子啊包括了台北股市 美国股市好多的企业 公布财报啦 公布营收啦 公布季报啦 接下来还有这个礼拜 大力光的法说会 下个礼拜的台积电法说会 哇整个投资方向千头万事 怎么办才好呢大人哥 好趋势政策轮动接棒 今天节目带你掌握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4月8号星期一的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操盘期视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哇大人哥这个行情就如同你预告的一样 这个回归基本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AI啦半导体啦趋势轮动哦 那么今天轮到谁呢 今天是由散热还有这个机壳来接棒 包括政策概念的像是这个重电啦 生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温了 不过呢这个礼拜三要公布美国三月份的CPI咯 台北还有美国股市呢 好多的这个企业呢 陆续公布什么季报啦 营收啦财报啦 这个礼拜大力光要开发说 下个礼拜还有台积电要开发说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呢 就是开高创高之后 震荡稍微涨幅收敛了 会不会接下来这个行情 又要开始给他动啊动啊嗨呀嗨呢 大人哥 好德鱼好大家好 我相信是会的 就像是上个礼拜的地震一样 我们现在目前的台股也一样会是嗨呀嗨 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情境哦 今天我先看一下台股大盘 今天中场上涨了80点哦那如果你看盘中的最高价的话是487 这边已经是创下了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呢尾盘的部分的话略有压回中场上涨了80点 然后呢成交量是4006亿元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量价配合还OK的方向 那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然后上个礼拜的话是只有三个交易日 然后呢后面还有就是有两天的 美股有交易 但是我们台股没有交易 还有最近这几天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跟你该留意的方向 我们先帮大家做一个最重要的提醒 那我先问一下你周报说到了吗 应该说索取了吗 那如果你还没有索取的话 看一下几档个股 来这里 那个敌步形态的第一档6117 有没有掌题 有银广 对然后呢再看一下 技术现行强势的最后两档个股 叫做6227的帽轮 有没有掌题 然后呢3446的3466的得进 有没有掌题 那这些不管是你认不认识他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抓到他 那这些都在我们的周报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当然他是在最下面的这一块 比较属于悬股的部分 可是我们的周报很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把上半段的把它看清楚 认明白 因为他有美股的行情 然后呢还有台股的行情 还有台股的操作的重点在哪里 比方说上个礼拜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的台股只有三天交易 三个交易 然后礼拜三那天还有花莲大地震 地震 然后到了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时候的话 是美股在地震 那为什么美股在震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公告出来一个很棒的经济数据 非农就业数据 对啊 非农30.3万人创下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新高啊 然后呢就那些费的官员开始在讲说 哦我觉得不一定要降息啊 我要再看一下经济数据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结果美股杀下去之后 结果就把它弹起来 然后呢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就带来一个比较大波的震荡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还是回归到大方向来跟大家做解释 所谓的大方向来跟大家做解释的原因 就是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看什么经济数据会不会着陆 我告诉你 不会着陆 跟着不用着陆 因为美股 美国的经济数据好得很 那为什么鲍威还在讲说 我觉得今年内一定会起动降息循环啊 就是不管那些那个鹰派的官员怎么讲 他说我还是要降息 这个我们上礼拜深度的跟大家做过分析了 就是他在保他自己的位置啊 他在保他老板的位置啊 拜登现在是不是能够继续连任 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只要年中中间的中启动降息 美国的人民有感 或许就可以多拉一点的一些些的选票 这个我觉得就话说到这里就好 但是大方向来说的话 美股就在启动 他们现在目前持续的多头的行情 因为他们的经济的状况是好的 政策的方向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的台股的部分的话 也会一起跟上 所以为什么台股会跟上美股走的大方向 其一在这边 那其二的部分的话 那个周报我没有拿到的话 记得在我的line来给我拿 小老鼠DAR1N888 先加起来 那你会看到一个好的个股 像你看什么 你看我们今天的标题 技嘉也在创高 然后台光电也在手温转强 或像是双红的话 双红你也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324的双红 你看他今天是不是又再创了他挂牌新高了 你看我们是不是之前就在这边 大概在400多500多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团队会员在300块以下的时候 就已经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当然分享过后你一定可以抓到这一波 然后我也跟你说过了 从这边开始 他就是在走一个利多实现 因为3月18号的GTC 那个散热 对 我也跟你说过了 那绝对不是利多出镜 不要以为他会啪的降下来 不可能 原因是因为他就真的是趋势 他就真的是未来的方向 他就真的是AI 我认为他就是散热领头羊 所以他就是用整理的方式再创高 那待会再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所以这时间点 如果你没有拿到我们的周报的话 给你一点小作业小功课 Light加起来 然后右上角的记事本 去看一下 去找一下 去翻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尊重 还有对我们团队研究员们的一个尊重 因为我觉得好多好康的东西 都在我们的记事本来分享给大家 那好康神秘好理二选一 然后及时的标股讯息 把你的操板资讯 甚至你要跟我一对一的视讯对话的话 都可以都是OK的 这是加Light的好处 另外的话再跟大家讲 还有多少的好处 你就会发现说真的 我们真的有用心在帮大家做一些 讯息上面的传递跟讯息上面的指引 比方说像上个礼拜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8点28分 上个礼拜三 对礼拜三 就是地震那一天 地震的话是7点58分 8分左右 对7点2起那个很恐怖 我那时候在12楼 那我那时候是感觉到是上下晃 然后想说12楼真的很晃 结果一下下之后就开始左右晃 然后我想说怎么那么久 然后结果没想到 他不是上下跟左右 还是向下宣传晃晃晃晃晃晃晃จ 动始终转圈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啊我一定要给我们的会员们 给我们的粉丝们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心的强心针 赶快先安大家的心 对 因为那时候从8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蛮晃的 然后 strome什么时候 demon THAT 那个节ny 也停 也停止 也暂停了 然后在8点多的时候 我赶紧发了一篇这个 有没有发现 这个今天是那天 禮拜三的那一天 那天8點28分的時候 我就給大家看地震 不是我告訴你我很厲害 而是我告訴你 你要注意的事項是什麼 大地震 正央在花蓮7.2級 然後往下面有沒有 捷運停時代還好吧 那如果今天就是那天 台股有開地 不要緊張 不要恐慌 因為重點是什麼 當然一定會對花蓮 我就說我是花蓮女婿 我那天清明年假就沒有辦法回去了 因為老婆本來想要回娘家 去看看爸媽 但是那一次的話 地震就把那個書畫給他證斷了 那不過我跟大家提醒是 以我們操作 或以我們投資的角度來說的話 請你關注的重點 放在上市櫃公司的影響 通常主管機關會要求 公司以重大訊息公告 有沒有重大災情 那假設如果上市櫃公司跟你說 沒有 沒有影響 我們維持正常的營運 然後財務狀況 業務狀況沒有任何的損失 那我這邊認為地震就是一個短空 但是無礙多頭的走勢 所以我們也持續幫我們的粉絲們掌握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 那你也看到了台積電 他也說出來了 他說我們 因為他其實發了兩篇聲明 我快速跟大家講 他發了什麼聲明 他說我們在先進端 就是先進製程這一端 他們就是先維持目前正常的營運 因為他們的先進製程設備廠的這一塊 他們的結構就是他整個工廠 就是那些相關的晶圓廠的結構來說的話 是一個兼顧的 當然那些他取得外來的 我覺得他有一些是併購的 是去買來的這些的話 就是或許有一些在教條的影響 可是3奈米跟5奈米的 相關的先進製程的設備的話 是完全恢復正常的 然後他們也在 就是新廠在動工的過程之中的話 也稍微休息 然後檢查完畢之後 再繼續去做動工 所以台積電 跟一些相關重要的公司們 他都告訴你說 這一次的地震 其實沒有對他們的財務業務有什麼樣的影響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 你看連輝打 我這邊就說了 我這邊是說上市歸公司 通常主管機關會要求 重訊來做公告 這個是在8點20幾分的時候 結果很有趣的事情是 如何遠在美國的輝打 他也發出一個聲明說 這一次的台灣這邊花蓮的地震 對他們的供應鏈 沒有任何的影響 我告訴你 輝打需要公布這個事情嗎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可是他講了這句話的話 其實就讓整個市場是安心的 是安定的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我告訴你不是我很厲害 只是說這就是我們的經驗 所以你不用因為這些什麼 短線上面的一些波動 去嚇到砍在阿呆股什麼的 我告訴你 把人在等你砍出阿呆股 所以我寫出這一篇 是給大家一個信心 當然我們的相關的救難單位 真的很感謝 我也一定要給大家看這個 你看這個有沒有 那天就是那個蘇花斷掉之後 我們就沒辦法回去了 結果他很快喔 就是那些救難單位就把這個 便橋把它蓋好了 好迅速喔 因為他這邊原本有一個 當時日子時代的一個舊的便橋 所以他用舊的便橋上面再搭上那個鋼板 然後就搶通了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這些救難人員 辛苦了 對真的辛苦了 但是我到現在還是 我們可能要好一陣子 沒有辦法回去花蓮喔 那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還是 就是請我們救難單位持續努力啦 那我也說過了 就是我能做的我會盡量幫大家做 或者說我能夠回饋給社會上面的話 我也一樣會做一些回饋 所以我老實說 不要說我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就是花蓮縣政府我沒有捐 衛福部我沒有捐 因為畢竟我們的政府單位 他們是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昨天發的那個捐款的話 我是捐給世界展望會 這個是我的捐款 那當然不是一定要講說什麼樣的一個 多厲害多厲害 我只是覺得我能盡一份心力 我能幫這社會上面多盡一份回饋 我就願意做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也請把你的心力 然後回饋在一些就是願意幫這社會 幫這社會上面的一些好的團體們 那政府也可以啦 我還是希望政府能夠多幫一些忙 好那回來到我覺得盤面上面重點 你看喔台積電沒事 揮打沒事 所以今天的台股 自然就沒事 我要順便再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你看到剛剛盤中 如果你有在看新聞的話 台北市他台北市長講話案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要啟動那個 就是都更的大都更的專案 結果你看喔政策加持 我之前沒有跟大家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就是 一點名就長平了 這是國健 然後還有是誰 2537 連上發 是這些股票 他們就會因為利多的關係 因為政策的關係 一點名就很容易被點火 這就是市場上面的一個 我認為它叫做是一個 資訊傳遞有效率 或者叫做是主力 都在等著這些好的股票的拉抬 那這些股票的話會變成是說 5324也是一樣 40開發吧 你就發現說怎麼政策一個加持 然後他們就動起來了 或者我們像上個禮拜跟大家講說 像是生計啦 或像是軍工啦 或像是重電啦 我當然今天的重電的部分 1519的華城稍微有點休息 但是這些股票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些股票的話 都會在政策加持的過程之中 他們用一個輪漲 輪動的方向 扯太遠了 回來到AI AI我在講什麼 剛我們前面不是看了像台積電嗎 對 然後我們不是看了像雙紅嗎 那這些好的股票的話 也都在我們的 土地舊報 舊報裡面有跟大家說過 N百次一直不斷講過的 所以比方說好了 我們最近這些操作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然後來比方說像是雅翔 雅翔當然最近應該是一堆人在跟你講 一堆人跟你講好棒棒多厲害 什麼944也都跑出來了 可是我告訴你 它不是因為944的關係 它是因為被我們一點名之後 然後把人又看到之後 然後發現說真的有了之後 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 它是隱藏版的940成分股 是的 然後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在還沒有投信的買進 你還沒看到這個 對 投信還沒有買之前 我那時候就用我們周報來分享給大家 說940的隱藏版的成分股 結果一講出來之後 就晃了幾天之後 就啪的一下漲停板 而且那天還看到投信的買超 投信開始買 那天就直接飆漲停 對啊 然後後來的話就是 你看這是我們的會員的訊息 對啊 看我們怎麼跟會員說的 好隱藏版的940成分股 雅翔我們先逢替買好 寫到周報送出去 讓法人來幫我們抬降 結果呢 雅翔就再創化牌的歷史新高 而且我們獲利即將挑戰 我們333翻倍賺的30%獲利續報喔 所以我就說了 我沒有要讓我們的粉絲來做抬降的動作 因為粉絲們我覺得是相當辛苦的 所以我在做的事情的話是 你也把人要來跟我要資料 我給 但是我們的團隊先買好 然後呢 再讓法人幫我們抬降 這是雅翔的部分 那雅翔後來的話就是續創高 然後呢 在4月2號的時候他到了292塊 我們那時候170 80塊去買的話 其實一張就可以賺10萬 然後到今天的雅翔 哇又創高了耶 是的 但是不是叫你再去做一個追高追加的動作 因為這邊的短線上面 距離月線和季線的乖離已經過大了 他今天是295 月線的話是在208 這差了90塊 拜託你就是如果你有賺到我恭喜你 那請你守好你自己的個人跟挺損跟挺力 那我們的團隊會員就是跟著訊號來做操作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然後呢或者是如果你要有長期關注我們節目的話 你會發現說什麼呢 來 再給你看一下雅翔長什麼樣子 這裡是什麼 整個代彈 整個代彈 然後呢 有沒有是誰 投信 去幫我們把他點火到順水推舟 再到三生三世的 那操盤其實也給大家過了 也交給大家過了 在我的Light 在我的YouTube 講過好幾好幾次 順水推舟 三生三世 然後後面還有那個空投的策略 叫做是四不過三根林門一腳 那個那一腳是綠色的 是踹一腳的腳 你沒有看到我的腳 你剛才沒有看到我那個腳在踹那個動作 所以最好賺的一段 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用操盤七世的順水推舟和三生三世 把頻道訂閱起來 然後把它學回去喔 好對 然後呢 後半段這邊我就沒有太多時間 因為我們節目的內容太重要 太多了 所以就繼續往下看下去 那古魔力我也說過了 適合我們的會員 就是手養一天不做操作都不行的那種會員 來跟我用古魔力 好 來跟我拿古魔力 因為古魔力的雅翔也是在一百七十幾塊啊 這裡有沒有 嗯 它會叮咚通知你喔 對對對 那是精準買點吧 然後呢 你如果在看這邊是什麼 XQ 嗯 或者你手上的三足 就是券商版的APP 它是絕對不可以給你任何的買賣點 當然它有那個均線 然後你也可以加什麼KD RSI 但是絕對不可以給你這種 一百七十二叫你買 一講它就違法 因為我們才是顧問 我們才是可以提供買賣訊息的顧問 那往下看下去的話 這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啊 你看古魔力這麼好的APP 它就是你可以把任何一檔股票 手養的會員把它放到幾十多裡面去 跟著我們的訊號來做操作就可以了 那創意最近這兩天 又稍微疲弱一點 但是長期虛勢是OK的 但是呢我也說過了 那個最好賺的那個七百零四塊翻倍的創意 或者是八百三十八塊 四星翻倍的那個資訊店 真的不會再回來了啊 因為現在的IP他們就是投資價值 只是翻倍股的話你就要跟上現在目前的市場上面的方向 那我也說過了 最近你要找翻倍股會有一點點辛苦 所以我們寧願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做 也就是這個 三三三分倍計畫 是那我就說過了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你可以拿 我舉例來說好了一百萬 那一百萬來當作你的操作的資金 然後加入我們團隊 然後呢一檔個股賺三成 就像剛剛的雅翔 其實已經不只三成了 已經超過了 對啊一百萬就會變成是一百三十萬 然後呢可以賺就繼續賺 如果三十萬就卡住了的話 或者說它短線上面漲幅就停頓的話 我們換股繼續賺 沒錯啊 你這用把一百三十萬再換到另外一檔個股上面去的話 就變一百十九萬了 啊再一次的話 就是兩百 翻倍了 萬就翻倍了啊 啊同理而言啊 如果你是用一千萬進來的話 你翻倍的話就是兩千萬帶回去啊 所以現在我們沒有在追求檔檔翻倍 但是我們在追求的是一檔賺三成 三檔就可以翻倍賺一倍的這樣子一個 三三三的翻倍計畫 那這個計畫我們持續進行中 然後呢我們的個股的話也是一樣 持續的操作中 所以比方說你看這是我們的 雙虹 雙虹 那我們怎麼說的來 雙虹呢 哇盤通大漲8%創高了 恭喜我們的團隊呢是獲利繼續續報創高 而且呢 早買早享受喔 那麼最低呢 在兩百六十五塊買進的會員呢 已經正式是一百趴翻倍了 那麼最後買進的這個會員朋友呢 也超過了四十五趴喔 不過短線呢 這個乖離過大 所以新會員不用追 我們買首文轉強股 繼續一檔一檔的給他站起來 是所以我們每次操作的話都會跟我們的團隊會員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呢 我還有跟大家講另外幾個重點 就是我不是跟你報名牌 而是跟你講一些很重要的操作的方向 這是在二月底喔 二月二十九號 二月二十九號那時候我們的 雙虹已經是有 會員已經翻倍了 那最後最後買進的話也有超過四十五趴 那我那時候為什麼特別講雙虹的觀念 原因就是因為呢 輝達的GTC 他三月十八號召開 但是你絕對不是在輝達的GTC召開那個時候才去買 因為你在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你剛好被那些短線客 去做霍利了解 對倒給你嘛 所以一直等到了 到了今天的話 四月八號的今天 到了今天的時候 他又再創了掛牌新高 所以我們就說了 你看這裡 我就說了如預告的 輝達GTC利多實現之後手穩再上 可是因為真的離得成本太遠 我們的新會員就不追 我們做低檔轉強股 對 那你也看一下那個雙虹的K線 你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來喔 雙虹 剛剛才跟你說啊 對不對 2月的2月底這邊 2月29號那一天 你看從這邊開始 我們這邊已經有會員翻倍了 對 然後我們也有會員賺了45%了 而且後面的雙虹 它是一直漲一直漲 繼續漲 漲到了接近700塊左右 然後結果沒想到 我剛剛前面不是有說了嗎 你如果真的看到那個輝達GTC 才去追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無奈啦 這邊根本不會動啦 對不對 對然後不動了好了你就把它就 側月線囉 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了 把它賣掉吧 結果就噴出去給你看啊 這就是你看到的 就是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我要站得更高 然後要看得更遠 然後才能賺得更多 有很多人跟你說什麼 利多出鏡啦 那個AI就沒有了啦 可是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從現在開始 AI才剛開始 今年應該算 嚴格說起來算第二年而已 對 去年的輝達在5月開始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說 他們已經叫做是看到AI的成長 去年的 Chad GPT剛出來的時候的時候 那時候三成4AI才剛開始 熱起來 那時候的回答的話也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他們接不完的訂單 然後那個GP200最新最新的這些伺服器 然後水冷式散熱已經變成是一個未來的趨勢了 所以你就發現說這些相關的股票 就在他跟你說了之後的話 都是整理 轉強 再創高 這個是雙紅 那當然比方說像是 奇紅的話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雙紅 我們就沒有在做奇紅的原因就在這邊 那另外我剛剛前面也有說到的是說 如果真的有一檔個股 我們真的賺了三成 發現他怎麼好像不太動了 我們就會做這件事情 好來看一下 剛不是看到雙紅了嗎 雙紅是獲利虛報 只是不給我們的新會員去做追價囉 這個是誰 高麗 高麗怎麼講的來看一下 好目前價位是376到385附近囉 我們獲利了結賣出 恭喜團隊 波段的漲幅超過三成 不過高麗走勢轉成震盪了 所以呢我們獲利出清之後 再找熟穩轉強個股進場 333的翻倍計畫 就是一檔接一檔的賺喔 好那這天的話是在3月26號 有長期看我們節目的 投資朋友粉絲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都有看過這個call訊 而且我告訴你賣掉就賣掉了 後面再漲上去 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們賺別檔就好了 可是你看喔 這裡8996的高麗 在376到385附近對不對 我們那邊賣出獲利了結之後 給你看看這幾天的高麗 長什麼樣子 好 8996來 8996的高麗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他真的有創高啊 可是就拉回來啊 現在呢 367啊 啊我不是說你看喔 這裡啊 我們的我們的簡訊 我們的會員簡訊 就在376到385 也就表示說 當我看到他漲幅三成之後 轉震盪之後的話 我寧願先獲利了結一趟 因為後面這一段 我覺得他就是要整理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團隊正在做的事情 那另外的話呢 因為其實我們就真的是一檔一檔的 個股在持續在做333的獲利的專案 對 那另外的話呢 你看像是 我快速跟大家帶一下 我跟大家說過了 高麗那時候 我說過了 它不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它是投信的認養跟作帳股 所以30%我們就把它獲利了結 之後呢 像剛剛德宇不是有講到嗎 在開場引言的時候 不是有講到說像是嘉哲嗎 對 我那時候說先看1400啊 然後再看多少多少錢 然後我就有給我們團隊很明確的數字 我們團隊成員都知道 是 所以你看 3月22號的時候 那時候的盤中已經達標了1400塊 再繼續朝下一個目標的關卡前進 是多少呢 去請我們的會員獲利續報 這邊先讓我蓋一下牌 好 另外的話呢 你再看一下 這是今天盤中的時候 我們另外一檔個股也大漲 今天他只有漲4%了 可是他創高耶 那我們看怎麼跟我們會員說的 這檔個股大漲了4%創高喔 而且他不只是高股型ETF的成分股 還有基本面數字支撐 也就是他的獲利成長加持 所以股價可以續創新高 恭喜團隊成員獲利續報喔 好 那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說過了 我 不做939 不做940 我不做919 929 因為他就 我這樣講了 他們真的是 真的是 對的商品 那只是說 這個對的商品叫做是 合適那些 希望能夠拿到穩定現金流的 投資人 比方說 退休族 比方說 你有錢 想要 拿一些固定的生活費 水電瓦斯這種 幫你去做一個穩定的配息 進來的這種 現金 發放現金鼓勵 但是 5% 6%我覺得很合理 10%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10%那是過去之前 他有買到那個 長榮的關係 70塊那個時候 對啊 所以你看940的成分比 最大的成分比 9%的長榮 現在目前短信上面就要整理 然後呢 而且他接下來就是一個 殖利率只有6%的長榮 他只配10塊了 對啊 然後呢所以這些相關的 還在 那我這樣講啦 他們的 他們的貼息 沒有太大問題 他們的破發沒有太大問題 那主要的就是 希望你如果真的要 投資這種高股息的ETF的話 請你用分批 然後呢用 嗯 定期定額 或者是說你不要一次 all in 這樣子去找到 新金流的好的商品的來源 但是我不這樣做啊 因為我在做的事情是 絕對是讓投信 讓這些法人來吃我豆腐 所以我們買這種股票 它不只是高股息的ETF成分股 可是它更有基本面的素質的支撐 所以這種股票才可以在高股息的ETF 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個股 我們的持股已經是領先創高了 我覺得這個觀念可以跟大家做這樣的分享 那接下來的行情 4月份行情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很重要 因為4月份就是回歸到 基本面 基本面 對回歸到數字基本面支撐的一個地方 那相關的內容的話 週報都有 我再次跟你重申 就是我們的週報 你不要去跟那些詐騙集團 什麼一季買25萬 在我的LIOT這邊 我就免費來分享給大家 只是我希望你可以做一點功課 就是我每個禮拜的分享的方式 就是會讓你來做一個小作業 在哪裡去找一下 來尋寶 對來尋寶 尋寶到的就是你的好的股票 然後自己把它找到一個好的資金控管 停損停利 我們會員的話就很輕鬆 就是可以跟著我們的訊息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333的翻倍計畫 如果你有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一檔賺三成 三檔賺一倍 那我們幫你先做好持股見證 再做太會換牆 然後跟上我們現在目前的操作的方向 需要協助的話 用LINE 用0800來跟我們做洽詢 以上就分享給大家 現在就可以直接利用 我們免付費的針線電話 0800668085 0800668085 直接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把大人哥免費的粉絲團 加起來我們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私訊大人哥跟上我們的333分倍計畫 一檔個股賺三成 三檔個股直接分倍賺 感謝你的收看 再次謝謝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陳昆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謝謝大家 摩爾證券頭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